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L,这一期呢,我又来到了幽魂雅阁,他们是一个很强的九本十本混合部落啊,虽然不算是顶级部落,但是可以算是前十名哈, 我也不能说是有那么差哈,他们确实排名挺高的,好,他们这么久以来输过了大概五场还是六场吧,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很强的,觉得跟雷利差不多吧,雷利的九本十本的那种,不是主门哈,分门差不多,因为主门是属于前十本差不多的,前十本的部落,所以没法比较哈, 并不是说他们没比他强,而是说是参数不一样嘛,九本跟十本不能比的嘛,好啊,废话不多说哈,先借,首先我先这一期要介绍一下,呃,一些部落哈,呃,这是我收藏的一些,呃,强,比较强的一些部落哈,大家要是有兴趣想参加哪一些部落的话,可以,呃,看看我这个表哈, 哈,第一个只不过是我个人爱好比较感兴趣的是,啊,全七本的,呃,冲杯部落,大家应该都很,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部落哈,我有个朋友,他是曾经在这里面有待了一段时间,七本的时候哈,后来就不进去了,就出来了哈,不是不进去了哈,说错了哈,好啊,China Raj是一个,呃,国内数一数二的部落的,是非常强的哈, 哈,有一个二号名字说,就叫我JL,其实呢,不是我哈,其实他们,我也不知道,他好像比我还早完,大概,呃,比我早完一两个月吧,应该半,早,比我早完三个月左右,因为那,那个时候,很早才那Raj出视频的时候,我就看见JL了,所以我觉得,诶,这个名字怎么跟我一样,好啊,佛山ABC哈,这个部落是之前,呃,雷利跟他们打过哈,我才知道 原来这是一个广东最强的部落哈,所以有二百四十,二百四十圣哈,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部落,非常非常的强,啊,啊,接下来还就是啊,这介绍太多了哈,这边部落这么多哈,你们就,呃,其实有名的部落去一些啊,像九游网啊,都可以看得到,好,我就想是,雷利这次是分布打得还不错啊,大家就是,他们还在 在招一些九本的,呃,三星成员去哈,啊,甚至,里面的那个首领哈,还甚至,呃,开门开放,对,八本哈,满八有,也会收哈,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实施,但暂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八本进来,所以啊,他们招收九本三星成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雷利看一看,啊,雷利分布,叫雷利战,啊,虽然才赢十厂, 但是也输了一场了哈,就是,呃,也遇到了残底嘛,因为你这个,并不是说你的部落的等级低,就会遇到低的成员哈,这句废话是有点多了哈,我们现在进入正题 好,呃,上一场呢,是跟一个巴西的部落打,第一了呢,确实是属于一个中规中矩的部落,呃,有一些三星九本,但是都是,呃,呃,挺勉强的 三星的九本哈,甚至一些十本的下来三星的,而我们的话,三星十本,啊,两星,确实打的不怎么样哈,但是呢,九本是,呃,老本蛤嘛,打的还算是挺不错的,嗯,就是,呃,部落偶,偶尔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啊,运气差的时候,啊,打部落战你不能是完全靠实力,实力占七成,运气占三成左右,好,好,嗯,接下来就是我们看一些,嗯,回放 好,这个阵呢,其实就是比较,呃,有点类似于九本的菊花阵哈,就是防三星用的,这个确实这个阵很不错哈,但是这个阵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你可以完全猜出它的大炸弹位置在哪里哈,双炸弹的位置,你就是一般就是猜两座塔之间哈,有空隙,大概是二乘四的空格哈,二乘四的空格,一看就是,就可以猜出有没有大炸弹哈, 真的像这种情况下,七点钟方向哈,呃,这个虽然我讲话好多好的,我就觉得有点重复,我自己都觉得防啊,又来了,这个剑塔哈,这个炮塔之间呢,虽然有个二乘四的格子,但是这个你可以排除掉,原因就是它是靠外嘛,没有人这么笨吧, 那大炸弹放在外面,给你租一跳就踩爆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连弩和这个箭塔之间,还有这个连弩和防空炮之间,这个防空炮和这个吹风机之间呢,也有可能哈,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掉,因为这之间确实是,是还好,没有说很好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最经典,不是经典,最常出现的位置就是可能就是这两个位置, 就是在十点钟方向和四五点钟方向的位置,所以呢,进攻的路线呢,当然就是以这两点的位置为主了,你可以选择往十点进攻,但是呢,你要遇到这个大本营哈,大本营在,这血是全场最后的四千六的血哈,啊,这个金库的话就两千一,这个一个本就相当于两个库哈,其实往这边打的话比较吃力,你双王等级不够的话就更吃力,你的石头,呃,量不够多的话, 也是吃力,所以说十点钟确实跟六点钟对比的话,没有那么好,六点钟的话,虽然你要干掉这个国王哈,但是 国王你就是迟早都要干掉的嘛,但是你这个大本营就是没有攻击力,国王倒是有攻击力,所以说干掉,越早干掉,当然越好了 啊,还有就是这里有两个金库是靠外的,但是靠外的金库却就没什么威胁哈,呃,就是 没什么危险啊,因为你的女王在打外面的时候,石头虽然在扛住这三个炮塔的火力的时候啊,总比在内部被四五个炮塔啊,攻击来得好,所以说在外面的话,确实没什么啊,危险,法师也比较安全 嗯,所以这个路线就走了哈,就开始看 这一期呢,这个成员叫Nathan的成员,他是选择了类似于判法流的路线啊,有个,之前有个成员,而不是成员啊,有个网友就问我 说啊,我之前老播,不是老播放啊,老,嗯,老讲解 十本的判法流三星打法,确实我觉得那很不错,上一场那个万宝路打了 呃,十本万宝路打了那么多,他其实五个都是他打的 呃,后来FWS大师告诉我说,呃,他也在我的呃,YouTube上一场留言了哈,说是全部都是他打的 所以才想的万宝路怎么学的那么快哈 嗯,是啊,那一套判法流呢,也可以适合在九本使用 呃,其实在九本使用的效果跟十本效果差不多,我觉得是会更好 十本有地狱塔,你还不能带治愈药水,带的效果也不好 嗯,九本的话,你就虽然少一瓶药水,呃,你就改换成治愈药水就好了 嗯,你,他这个,这一场也是,呃,你往往左边灌了哈 之后呢,右边石头,在法师就是把右边的防御清掉 结果,法师没清干净 还好他带的是,呃,女武神哈 女武神的好处就是,血厚 而且是,就是范围攻击哈,不是单体攻击 但有女武神的情况下哈,是 亲内部的女王啊,什么的,这比较轻松,也不怕内部的炸弹 你要是带胖法瘤的话,虽然胖子也不怕炸弹 但是呢,你的法师,哈,要是离胖子太近的话 就有可能就是一片全灭掉 所以这里就是胖法瘤的缺点 但是胖法瘤的优点也是也在的哈 胖子就是,胖子负责清理防御 法师负责清理背后的建筑 这样子两个,呃,搭配的速度哈 完全比呃,呃,女武神流来的快哈 还有就是女武神流就是,虽然呃,就是 血量跟胖子差不多,但是它带的是八个空间哈 所以说我个人是不是说不建议用女武神 而是觉得你可以用女武神来搭配你的胖法 会更加,我觉得效果 呃,女武神可以带两个 然后内部的小骷髅啊 那部的女王啊,就没有那么恐怖了 在外带几个法师一起冲进去和胖子 这样子的话,呃,我觉得清理的速度会更快 效果会更好 但是因为我不是九本哈 我尝试的话也没人 就是当回事 所以呃,希望有新人是好可以去试一试 好,它的第二个回放呢,就是用一样的套路 打这个本啊 这个本其实啊,也是很不规则的一个证 呃,大炸弹也很明显就是在内部这几个哈 这个X,呃,连弩和法师塔 连弩和炮塔之间 呃,这个法师塔和防空炮之间也有可能哈 就这三处可能是会放双炸弹 其他地方是不大有可能 所以啊,进攻方向的话 个人觉得是选择在十点钟方向比较好 因为可以踩到炸弹有可能 呃,九点钟吧 可以踩到两处 呃,炸弹的可能性哈 可疑点 然后还能杀掉女王 然后打的话就比较顺 呃,结果他用的打 打法是用胖法瘤哈 胖法瘤的话就 就对炸弹的 呃,就是 清理,就是对炸弹的那个 那个要求哈 方向就没有那么高哈 原因是啊 盼子和女武神什么的 都不像猪一样那么害怕炸弹嘛 炸弹对盼子和女武神的威胁没有猪那么大 所以说他们选择的点也就 就是的要求也就不一样了 还有他们也就不一定要选择女王处进攻 原因就是你女武神进去 也就是见女王就打女王的 谁不怕 你要是用胖法瘤也是 法师一进去就是扛女王的也不怕 所以说呃,整个套路差不多就在这哈 女王就在上面逛 呃,下面的石头再清另外一边的防御 同时等防御清的差不多的时候 和外围建筑哈 如果你用胖法的话 你要等防御清光 呃,清的差不多 你要是用女武神的话 你就可以等外围建筑清光 就可以派出来了 主力还是以女武神为主 还有你选择的阵哈 要选择内部两个弹跳可以贯穿的阵哈 因为你要是用了所谓的石珠流 其实你用胖法瘤的效果跟石珠流差不了多少哈 你最后是可以带五到十只的猪用来收尾用 原因就是啊,你的两个弹跳水是没有可能贯穿一切哈 可以从第一层贯穿到最后一层 但是第一层也破不进去 最后一层也出不来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得要用猪来收尾了 或者你的女王还存活的话 就可以在外围收割 但靠女王的话哈 风险就比较大 要是女王没存活 你就失败 呃,用胖法瘤的话也是如此 你可以带五到七八只的猪 这样子的话,用胖法瘤的话效果也不错 好,他这场就打的比上一场好多了 嗯,双丸几乎是满血穿 穿呃,就是活着 而且猪还剩好几只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播放一个 好,两个又太多哈 再播放一个随便播放一个 嗯,三星九本视频 好,这个阵呢 我之前以为是挺烂的一个阵 那结果呢,是还好哈 也是,就是有目的的设计 嗯,设计这个阵 这个阵下面确实一大块都是没有任何的炸弹哈 所以说,对于石珠流来说是一个浮音哈 效果更好 然后呢,你冲炸弹都在上面 你自然就会选择上面进攻 但是你要是没有踩到炸弹 或者是没有杀掉女王的话 确实挺功亏一篑的哈 嗯,所以你就 就很难觉得从哪个方向进攻 嗯,选空军也一样 你往上面打的话 女王就杀不掉 所以就是很头疼 所以如果我打的话 我会选择在九点到十点之间 选择三十头冲进去 而且是要弹跳 带进去 一路是破进去哈 猪的话我量会少带 主要就是石法流冲进去打 嗯,石法流可以冲到内部打 把内部都清得差不多哈 最后猪就是用来在外面收尾 一个胖子加四只猪就足够清一侧 在另外一侧 一共叫八个胖子 对不对 两个胖子八只猪就可以清掉 哇,底下的一阵圈全部清掉 在没有女王的情况下 所以说 其实这个阵说难打也不难打 嗯,就是 就是 看他 就是 看你的石头戴的量够不够 还有双王等级了哈 就看他的打法 嗯,他是用石头流 他选择的方向呢 是相反的 他选择了在 五点钟好像 对 五 其实是三点钟的方向 他是想要 嗯,因为上面的炸弹位置就是 无非是在 十点钟啊 一点钟 还有一个就是三点钟的位置 所以他就猜测了哈 他就选择这边进去 这个进去 这个进去 因为就是你是可以 运气好的话 是拆到的话哈 你就可以踩到炸弹 确实很不错 但是拆不到的话 你就比较危险 哎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一个弹跳 直接就进去了哈 就省下炸弹的空间 好 因为你他比如说他这个弹跳放在这里 确实 嗯 就是为了能跳进第二个空间去踩那个炸弹啊 要是第二个空间没有炸弹的话 呃,他应该是不可能好的 踩了两个空间都没炸弹的话 反正就是不合理了 好 他左边的呃,猪下来 如果他再带一只盘子来砍一下的话 效果会更好 就是猪的存活率会更高了 当一只盘子挡住的时候呢 你的猪就没有死的那么快 你的治愈药水也不会那么急着下 就是整体来说 就是非你三星九本就变成非常轻松啊 用点猪瘤的话 好嘞 他的双丸都活着哈 嗯 这个 比想象中的来的好 嗯 也说了下面这个一些建筑就是防御塔 在大本营外园为那一圈的防御塔 确实比较稀疏哈 你也可以像他这样子 带几个气球也可以把它砸掉 嗯 他这个镇很针对性的摆 你打他要很针对性的打他 所以就是一个镇就一个克吧 一个方法克他 好了 这一期就差不多就这样哈 我尽量都要把视频大概 那限制在15分钟以下 太长的话 嗯 我也要编辑比较久 而且太长的话啊 观众就会说啊 没那么多时间看 一般来说最好的视频是在10分钟左右吧 所以我就尽量做在10到15分钟之间 希望啊 大家想多看的朋友哈 可以看我旧的一些视频都比较长哈 因为你一个视频不只看一遍就不可能学会了 你要看很多遍而且要模仿嘛 好了啊 还有就是最后结束就是介绍一下我现在 就是我的休闲部落哈 我休闲的部落是在纽约小队 确实大多数的人在这里都是来自纽约 嗯 也有一半的人呢是来自国内 所以说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部落 因为我朋友在这里 所以就过来了哈 嗯是我休闲的部落 也希望一些啊 七本啊 八本啊 九本的一些 好战的成员哈 朋友哈可以来参加 这个是收 从六本也可以收了哈 就是从第一本开始收起 只要活跃就好 嗯 打仗的话可以慢慢学嘛 那是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下期